如果你是後面一點的話 比如說X的話 你要ABCD算算到後面去 所以還有另外一種寫法 我常用的就是直接給一個字串 它也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用一欄比較直接 那放在前面的就是要輸出 那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後面就等號 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09 後面的話呢 的方法 就跟在資料編輯列一樣 類似啦 不一定要 差別在哪裡 就是串接符號跟串接符號 中間要加空白 前面的資料編輯列沒有空白嗎 串在一起對不對 但是在這裡要用空白 第一個 第二個是09 然後後面的話 串接什麼 串接的是F欄的 對不對 有沒有串接F欄 F欄怎麼表示呢 其實 C Ctrl V 把這邊改成F 應該了解意思吧 然後再來 AND AND什麼呢 AND一個字串 DASH 再AND AND什麼呢 AND這個 G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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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欄的部分要格式化 可是格式化在Excel裡面的函數是Texel 可是在VPA的名稱不一樣 他叫Format 名稱不同 但是結果是一樣 所以 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它Format 這邊打一個Format 實際上就跟Texel函數一樣 他會問你說 哎 你要Format的資料是哪一個呢 哎 所以Ctrl V一下 有沒有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G欄的 然後 他的格式呢 格式就是豆點 00000 有沒有 OK 好 然後Format 這個G欄的資料嘛 然後格式化成000 然後後面是什麼 H欄 所以偷懶一下 把這個有沒有 複製一下 因為Dash都一樣嘛 只要把這個改成什麼 H Ctrl C 這個拉過來一點點好了 Ctrl V 這邊把它改成H欄 OK 好了 程式寫完了 就這樣 三行 應該理解我的意思吧 以後的話 請務必記住一下 這個是物件名稱 這個名稱都固定的 後面這個藍 這個I的話 當成列 好